小軍旅大復活 那剛從維修廠開出來 測試活到輕輕鬆鬆就上到120度 整個速度都回來了 然後噴油水現在是新的 整個車體的震動降低很多 之前發生震動原因原來不是引擎腳老化 而是我的油箱裡面跑進水 變成油水混合 那造成燃燒不完全的震動 那我們現在去掛D檔的狀態檔 把它切N檔 整台車完全沒有震動 在修之前是不一樣的 切N檔的時候 輪行的震動依舊成為N 那那個就是 爆炸中產生的震動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要分別的 舉腳是否老化 就藉由N跟D做區別就可以了 入地檔 引擎轉數只要會掉到 引擎轉數會掉到1000轉左右 微微震動 所以本來原價要13000修好的車子 最後用5800處理 實際上是非常划算的 好 我們就到此結束喔 掰掰 掰掰 按讚 按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